開始了齁 好 那個三色錦的話 我先用這個來構圖給你們看 看它長的是怎樣 這邊是一個往下的一片 然後這邊兩片 這邊兩片 然後後面再兩片 後面再兩片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我們在開的時候 如果你怕你分不出來前後片的話 我們後面這個顏色 你可以給它用深一點的顏色 後面這邊用深一點的顏色 那還有這個顏料 第一層絕對不會均勻 你一定要畫第一層 畫完之後等它乾 再來疊第二層 這樣子我們就比較可以分得出來 前後片的 好 好 那再來就是畫下面這邊 這個時候你要用兩支筆 用兩支 一直在上色一直在暈開的 那 0號的 等一下 我們好像沒有0號 來 我們現在畫上面這邊 你看我是這樣用拍的 然後再用一支乾淨的 這樣子把它刷下來 要這樣子它才會有很均勻的漸層的感 那這個要點在哪 粉紅色要點在哪裡都沒關係 只是你的筆觸要朝著花心的方向 好 還有下面這邊轉過來 好 還有下面這邊轉過來 這我們現在做的是第一層的顏色的處理 我這樣用拍的 那再用一支乾淨的 這樣子把它刷圓 那這樣要等第一層點它乾了 再來做第二層 所以在等它乾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這個花心點黃色的 用這種放射狀的 好像有點三角形的構圖 所以你們現在先回去做到這個步驟